在广州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的办公室内,最近加入了两张新面孔,尽管入职仅仅半个月时间,但两位新人都备受关注。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洪一熙,18岁考取了清华大学,主修经济与金融,毕业后担任香港清华同学会副秘书长,组织了多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活动。 而来自澳门的刘延新则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们两人都在2019年10月参加了南沙产业园管理局面向港澳人才进行的招聘,并在4月1日成功加入到新的工作单位。 两位青年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数年的求学生活让他们习惯了内地的生活节奏,也都早早就决定毕业后要在内地发展自己的职业道路。 目前,两位新员工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跟进南沙自贸区块内的重大项目筹建情况。 洪一熙也正在对接一所香港大学在南沙的合作项目,她的身份也正在发挥作用。 而这也是南沙产业园管理局特意招聘港澳人才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这次招聘的一些港澳青年呢,主要还是服务于目前已有的这些平台的一个建设。 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更需要更多的这种粤港澳青年能够参与到,甚至来到我们南沙共同把这个粤港澳合作更深入的一个探索以及合作。 两位青年介绍,对于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朋友从惊讶到支持,他们也从自己的朋友圈开始架起一座小桥梁,用亲身经历讲述属于自己的粤港澳大湾区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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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